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讲解BuddleStrap的下载方法和基本的目录构成 同时做一个小例子Hello World来的演示BuddleStrap大致的变成方法和工作原理 首先咱们先通过BuddleStrap的官方网站下载引用文件 其实引用BuddleStrap文件的方法有多种 我们这次先使用通过下载文件的方式来进行变码 好,咱们现在准备下载 OK,咱们看到了,咱们进入到官方主页有一个下载按钮 咱们按一下 OK,接下来有三个按钮 咱们注意看,这个后两个其实并不是咱们这次用到的文件 而是BuddleStrap自己的原文件 这次不在咱们下载的范围之内 咱们这次下载第一个主要的BuddleStrap的产品文件 咱们也是以用这个代码库来进行咱们的自己的开发 好,下载下来 OK,咱们大家看到这已经存到了本地 咱们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文件夹变一个名称 比如叫Source 好,咱们把这个变完名称Source文件夹呢 考到咱们当前的这个工程中来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 刚才下载的这个原文件 有这么三个字幕录 分别是CSS,Fonts和GS 好,对了吧 刚才那个下载网址给大家拷贝一下 请稍等 好,放到这里 OK,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下三个字幕录都代表着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CSS 然后是Fonts 还有一个是GS CSS呢 它其实是Bootstrap的样式文件 比如说呢 它在里面定义了字体颜色边框 屏幕大小等等 来预定义的一些内容 来让咱们自行引用 来达到一个标准的效果 然后下面呢 是这个字体文件 这是Bootstrap里面内部制的一些图标 比如说这个照相机啊 比如说加减按钮啊 等等 然后下面这个GS呢 它其实呢 是用于交互的一个Java就是文件 比如说按下按钮的时候 要选择什么内容等等等等 好,大概是什么三个基本的目录 接下来呢 咱们建立一个index的样力文件 来看一下这个Bootstrap真正的工作原理 到底是什么 请稍等啊 我先把文件夹都收起来 好,咱们在source文件加下建一个index.html 好,然后咱们这个原文件的内容呢 不用咱们自己去手写 在标准的官方版上中呢 会提供的一个咱们这个标准的模板 咱们就这么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 就这个地方 把它拷贝过来 好,咱们看一下大概这个文档的内容结构 首先呢,是html5的这么一个文档描述 接下来是html的语言描述 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咱们中国用 ok,接下来是一个utf8的文档编码类型 接下来是IE的最新的桌子引擎 再下面是手机设备的一个宽度比例的描述 这个都没什么,然后是title 再下来是BuddleStrap的这个样式文件的引用 再下来是IE8的老浏览器的对应 这个咱们可以展示,忽略不考虑 再下来是Hello World的显示内容 再下面是JQuery的引用 咱们其实这个用BuddleStrap的开发 其实用到了内部很多JQuery的内容 咱们所以在这地方进行了一个标准的JQuery的文件的引用 同时咱们把https这个地方删除 用这个斜杠斜杠开始就可以达到引用的目的 ok,最后呢是BuddleStrap内部自己的扎交易文件 咱们注意到这个内部交易文件有一个GS还有一个CSI 他们都用到了IMIN的这个文件 这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为了降低这个网络传输速度 他们把原文件都进行了最小化 这样咱们在自己的真正项目中 也引这个IMIN的文件来达到这个传输速度最大化 好,咱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简单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ok,这个文件已经出来了 显示内容也没有问题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这怎么有一个I了 怎么有一个错误 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请稍等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图标没有找到 这个跟咱们这次项目开发没有关系 咱们忽略,也就是说咱们这次呢 GSS和GSS文件应用成功 好,这次呢,咱们这个文件呢 这个样子就做到这里 然后呢,我把这个代码呢 放到了科研中国的这个GIT服务器上 稍等 就是这个网址 咱们大家通过这个地方 下载的原文件进行参照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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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